来麻烦请把这个业务简介 改为标题1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 那个前面那个二是很奇怪的字 删掉 自己打 你放心了 不多 让你打的字不多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段落 请改成标题2 好 因为我们投影片不多 所以我把这个1 也当作是标题1 然后请把这个 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训 改成标题2 下面这些字 请改成标题3 可是为了上课方便 我们也改成标题2好了 这个2 全方位市场 请改成标题2 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改吗 因为这些字等一下我都想要自动传送过去 好 接下来 接下来算了 这些他都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就不传过去了 好 接下来这是什么 这个 麻烦请改标题2 好 接下来2 2是不是看到资格测验 请改成标题1 然后请把左边这个左刮符删掉 它是一个图片 所以改自己手动增加一个左刮符 然后 然后请把这个 这个1点什么什么 全部改成标题2 2点国际 国际政策业 改成标题2 好 这个研究发展 请改成标题1 然后前面这个符号删掉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 掌握 市场什么 掌握的握也很奇怪 但是 不管那个握 只管掌握的 掌这个字前面 请输入1 点 然后把它改成标题2 2 2也是标题2 3也是标题2 4也是标题2 4也是标题2 好 接下来是4 4 左刮符4 请改成标题1 然后里面这些字改成标题2 5呢 标题1 然后里面这些字改成标题2 9 请改成标题1 对那些字改成标题2 然后里面这些字改成标题6 然后7 出版与资讯 标题1 那出版与资讯我们叫做1 出版专业书籍 改成标题2 2的话 资讯服务改成标题2 好 有没有看到正机会的愿景 请改为标题1 可以吗? 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字的修改 就是定义标题次标题而已 那至于说做的对或不对 我们现在立马来测试 记住这些标题字 你刚才定义标题 我要整个字都传送过去 可以吗? 好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叫做传送到Microsoft Powerpoint 有看到吗? 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 你的应该都有 因为你的电脑上次都被他们设定 我等一下再教你 我们现在只要点它 快速将Word的文件传送到Powerpoint 好 我们现在就是观看一下 观看一下 就是我刚做了什么事情 我只是要特别特别 请你们知道 很多的动作都是要自动 来去做的 既然是自动 就是电脑去帮你做的 它绝对不会 第一页给你蓝色 第二页给你红色 第三页给你另外一种什么字型 绝对不会这样换得上去 机器 它就是 它就是 会忠于 就是 创作者的指令 这就是机器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?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?